101烟火绽放点亮夜空是每年跨年重头戏 虽然还没公布今年烟火细节 但抢先透露首度加入胜利军 101北面的外墙已经架起了钢索 到时这个灯网会涵盖60个楼层 让101化身为巨大许愿数 由于受限经费口粮 今年灯网只架设在建筑北面 预估将会用到将近14万颗LED灯泡 因为得搭配烟火一起跨年 钢索位置与烟火摆放都得口粮 经费可能超过6000万元 比去年灯光烟火秀多了1500万 有民众就拍下了晚上试灯罩 挂在外头的LED灯泡 让101更加醒目 因为去年我们用了800盏的探照灯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维持经验 但是我们觉得不能再用同样的idea 所以我们觉得要创新 所以我们也相对邀请了很多品牌 能够一起来陪着大家倒数 然后一起来参与 周六开始前三周灯网会选出网友贴文 每晚6点开始将愿望展示在上头 设断节时该以圣诞树造型 让民众上网挑吊式搭配祝福 最后五天则是配合农历狗年主题来呈现 但跨年烟火到底会怎么呈现 还是得先卖卖关子 今年的长度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布 不过一定不会少于去年 那烟火的数量虽然说可能会因为环保而减少 不过因为有了这个灯网的关系 所以它整体的秀的好看度都会比以往更高 2005年首度释放的101跨年烟火 预算大约300万元 历经12年后经费翻了20倍 不论年年都有新创举 101释放烟火的同时也是大把大把在烧钱 记者谢文祥 谢文宥 SR走台北报道